小型壁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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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幫到我們很多基本功 例如舉板 鴨板的姿勢 會學好 很多時打小型壁球 會有打球的感覺 還有可能那個位置 會對之後轉型去打真正的壁球的時候 會容易很多 小型壁球就是一個 彈度比較高的海邊球 其實就是令小朋友可以更加容易接觸 壁球這個運動更多了解 而且會比較安全 小型壁球推廣計劃已經來到第21年了 想起當初我是11歲的時候 和弟弟一起參加小型壁球 之後就參加了體育學院的明日之星恩選計劃 接受了一些正規的訓練 自己打球這麼多年 最深印象的比賽有兩次 一次就是 2013年亞洲錦標賽的 女單冠軍 因為是自己第一次 和香港歷史上的第一次 另外一個比賽就是 2018年亞運贏到 壁球女子團體賽的金牌 難得的就是因為 弟弟歐駿銘同時也贏到 藍單的金牌 所以是很開心和弟弟一起贏到金牌 同時也看到自己在心態上是有進步的 除了這幾年 其實我們交出了很多 我們很出色的運動員之外 最重要當然是壁球普遍化 其實我們今年剛剛開始的 Happy Squash 就是由幼稚園開始 所以我們越玩越早 現在由幼稚園開始 我們進去教他壁球 因為其實這幾年 很多小朋友 我們見到他可能五六歲 都開始接觸壁球 其實可能都是幼稚園的階段 我們希望更早 讓小朋友可以接觸到 壁球這個活動 其實公司之前 很多年前都已經 贊助世界壁球錦標賽 之後透過Scott Murray 即是羅技前主席 介紹之下 我們公司就開始 去贊助這個小型壁球活動 為什麼贊助小型壁球活動 在這個小型壁球活動裡面 可以提升小朋友的 團體能力 自信心 以及對於運動的熱愛 自己算是小年壁球計劃的 第一批試驗品 對於小朋友來說 我覺得參加這個計劃 可以體驗到壁球的樂趣 訓練到手腳的協調 我覺得小年壁球的推廣計劃 非常之好 希望未來可以有更多的學校參加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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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週五 謝謝 把